由於房地產的價錢大幅上升 好多人就喜歡購買condo 通常一個condo區裏面 有幾十間甚至幾百間住宅 在辦理購屋貸款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貸款銀行拒絕提供貸款 或者將利率提高 原因是那個區內有太多condo出租物業 原來聯邦政府的貸款機構 包括Fannie Mae、Freddie Mac 都有規定同一個區裏面的condo 不可以超過35%出租 由於大部分固定利率的房屋貸款 都是由聯邦政府的貸款機構提供 這個出租比率限制是對購買condo的朋友相當重要的 即使出租比率低於35% 有些銀行在出租比率已經超過25% 它已經要增高利率了 因為它恐怕將來貸款賣不出去 加上有太多的投資者是業主 可能將來不肯增加月費去做維修 令到區裏面的condo價值下降 歷史證明出租率高的condo 銀行要接收的機會是較高的 所以銀行普遍認為這一類的貸款風險是比較高的 大家買condo之前都應該向業主聯會查清楚出租的比率 假如超過三成出租的話 你就要小心考慮了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小時見面